过去跟我一起打拼的人 大家都赚到钱 都能够发财 过去跟过郭台铭的都赚钱 现在郭台铭要台湾人民 支持他参选总统 诱因真的很高 甚至让他超越韩国瑜 根据ET Today 五月份两次最新民调 郭台铭从第一次的22.8% 上升到28.9% 反观韩国瑜则是 调到25.9% 郭韩两人出现黄金交叉 我跟韩市长各有分工 他拼造势 我拼经济 既然领先韩国瑜 那郭台铭参选总统 有没有胜算呢 再比较郭台铭跟蔡总统 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 郭台铭则是以超过 39%的支持度 呈现稳定成长领先 蔡总统则是以 24.2%小幅成长 反观柯文哲 调到两成以下 我所谓的郭粉 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性的 那所以支持郭台铭 会感觉起来 也是一个 比较温和的一个选择 可能跟他的团队 也都有很多 传统政治经验有关 例如说他在一个 政治论述 政策论述上面 相对于韩国瑜 是多非常多的 那这一点对于传统 会在乎政治内容 选民来讲的话 一定是会有影响 首富企业家拼经济 继承了郭台铭的选战王牌 只不过政治素人 如何再唤起更多选民支持 成了郭台铭团队未来考验 三星胡适应成好 台北唱得到 二十